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超盤高手 台北股市加權指數 我們看到上個禮拜 震盪整理5天之後 今天是開高走高 盤中一度大漲110點 突破今年8476高點 收盤又漲了72點的幅度 當然對大盤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沒有太大的一個意外 我們在上個禮拜都已經跟大家做過預告 上個禮拜跟大家談到 指數當時在847見到 禮拜一見到一個高點之後 短線好像在這裡做一個震盪 尤其12月5號上個禮拜四那一天 還記得指數一根長黑殺下來 殺下來很多投顧老師告訴你 這個行情要開始這個當中 反彈結束準備大跌了 可是我們都跟大家談到 這個行情注意兩個重點 第一個融券空單 繼續來到新高64萬2000張 融券空單繼續突破新高 行情會結束嗎 不會 它就是一個整理 整理的過程當中我們說過 上一波大盤從8093漲到8437漲了8天 那漲了8天之後 我研判這波行情 這裡會震盪5到8天的時間 什麼時候是一個關鍵時間點 上個禮拜四也跟大家預告 下週一就是12月9號也就是今天 我們提到大盤成交量只要有680億以上 五日均量又會怎樣 又會再往上 那五日均量又會再往上 大盤量是架的先行指標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講過 禮拜一是個關鍵點 禮拜一這個又是個關鍵轉折 又準備在當中發動攻勢了 那指數今天果不其然 大漲72點 完全按照規劃進行 我想大盤的部分這邊 應該沒有太大的一個疑慮 今天的成交量800多億 那這個量其實維持得都很漂亮 最怕的是那種高檔爆量 高檔爆量就會有加量背離 對不對 那現在量都還控制得很好 代表這行情都還會繼續往上 可是我想今天你可能最關心的 不會是指數 你可能在這裡很困惑 甚至很憂心一件事情 怎麼指數創新高了 你手上的股票今天不但沒有漲 很多反而在出現重挫呢 哪些股票 我們來看一看 在上個禮拜 有跟大家提到上個禮拜一 那一天TPK股價大漲上來 然後很多投顧老師就告訴你 指數的部分來到8400 要居高思維 像這種低基期的股票最安全 TPK成宏 可以這當中逢低布局 可是我提到這種都屬於跌升股 反彈補漲那天拉上漲停 要不要去買不買 這當中也提醒整個觸控面板 明年還是一個這當中 價格崩壞的局面 那今天你看到TPK股價開高走低 開盤174.5收盤跌了3.5元 剩下168元 殺了6元下來 那這樣還不打緊 再來看到新巨科上個月叮嚀過大家 那時候公布出來10月份的EPS 賺了0.75元 比第三季賺得還要多 很多投顧老師告訴你 這個股價已經在低檔了 可以買了 可是我說這裡來看的話 可以去摸底嗎 那一天股價 因為這個消息公布出來 拉到漲停要去追嗎 技術面都沒有出現轉強訊號 所以超盤高手告訴你 繼續觀望 那為什麼要提醒大家繼續觀望 你看到大盤今天指數 已經從當時是在7100點附近 好我們來看一下新巨科的部分 好當時指數是在8100點附近 可是你注意到新巨科股價是在66.5元 那今天新巨科開盤還是在66元多 66.2元可是收盤剩下多少 跌停62元 殺下去反而這波指數 完全沒漲到就算了 繼續的又再往下探底 但是今天殺最充的 我想不是TPK 不是新巨科 最多人害怕的是 生計裡面的新藥股 之前還有很多投顧老師 繼續告訴你 哇 新藥股這當中有美好的未來 這當中會有這個奪標漢的走勢 尤其在安城之藥掛牌之後 多少投顧老師跟你講 會有比較效應開始出現 可是你看到今天新藥股 基亞開盤193塊 收盤殺到181塊半 殺了12塊下去 唐蓮殺到跌停 從119跌到110 智勤從237殺到跌停 216塊半 台圍體從372塊中錯了30塊 跌停剩下342塊 你有沒有發現到指數今天漲72點 好多股票今天反而都狂殺下去 那這就是我為什麼一再跟大家叮嚀 叮嚀大家你要去觀察的 是在這個當中結構的部分 你要成為操盤高手 你一定要掌握結構 太弱則強 分辨清楚誰是強誰是弱 好 弱勢股你要捨得賣 轉弱的股票你當然要趕快跑 對不對 轉強的股票你要懂得去買 那強勢股你要敢爆敢加碼 才能夠在股市當中賺得到錢 否則今天指數創新高 如果你買錯了股票 如果你在這邊一直在買生技股 一直在買TPK 一直在買新居科 你會發現到今天不但沒有賺到錢 而且甚至都在重挫 那這些股票為什麼會出現 今天這樣重挫的局面 當然可能很多投股老師 今天會告訴你 今天生技新藥股會重挫 是因為什麼什麼指標翻空了 所以他們股價大跌 我會告訴你不是這樣 千萬不要受騙 為什麼 因為記得一句話 所有的指標都是落後指標 所有的指標這個地方會翻黑下來 會翻空下來 一定是股價今天大跌了 然後他們會事後驗證說 你看過去就可以看得到 他們指標翻黑 可是如果指標真的這麼準 應該是翻黑的時候就跟你預告 你要小心避開了 可是他們有這個當中預先預告 告訴你生技股要避開嗎 新藥股要避開嗎 沒有 所有的投股老師 今天用技術指標告訴你 他翻空了 所以這些生技股才會大跌 其實都是在做什麼 事後諸葛 自圓其說而已 那真正的操盤高手要做的是 事先預告 事後再來做印證給你看 那你會看到生技新藥股 我有沒有事先特別提醒你 要小心了 當然有 上個月還記得 11月21號那一天 大盤跌到8093低點 我說大盤要上來了 大盤假跌破就要上來了 可是有一個族群 你一定要這個地方特別小心 誰呢就是新藥股 為什麼說那時候特別提醒大家 搶進新藥股之前 你要先想一想 新藥研發10年磨一件 最後成功取得藥證 藥品上市的機率有多少 還記得我跟大家提到 那時候你要特別注意 所謂的新藥研發 從動物實驗到人體實驗 一期二期三期 真正到最後能夠申請藥證 獲得成功的 最後不到九成 即使你人體實驗 進入到第三期成功了 你能夠拿到藥證的機率 都還不到50% 那這種狀況之下 就算你拿到藥證了 你能夠真的保證獲利嗎 都要去仔細思考 所以我會提醒大家 這時候許多新藥股的股價 都已經提前反應 如果成功取得藥證之後 可能的獲利 是不是你當時看到很多新藥股 臺微體 智晴 都已經漲到了三四百塊了 漲到這種價位 你說真的取得藥證 哇這當中 耐給國際大廠也好 或是自己來生產 自己去鋪貨 但是我來看所有的新藥研發股 在國內來講 沒有那個實力 都只能賣出去 那賣出去的獲利 其實都已經反映在現在股價 三四百塊的時候 我說這時候都要去思考 很多股票其實在這裡來看 已經出現一個現象 什麼 超漲現象 唐蓮出現超漲現象 基亞出現超漲現象 台微體出現超漲現象 對不對 智晴出現超漲現象 那為什麼當時要提醒你 要小心生技股 新藥的股票都出現超漲現象 甚至上個禮拜 當報紙都在告訴大家 安城藥品掛牌了 所以會興起股王爭霸之爭的時候 我們特別盯禮 小新啊 小新也 這個大戶也認為新藥股超漲了 所以都在趁機出貨調節 你今天看到股價 往下重挫下來 其實你要去思考 為什麼會大跌 第一個當然股價 已經都這當中 上檔空間有限 第二個更重要的是 大戶都已經在賣股票了 那一檔股票為什麼會漲 因為大戶開始進好貨 進好貨拉高上去 開始利多不斷 利多不斷 當最後看到散戶覺得有機會 跳進去奮不顧身買了 大戶就在趁機出貨 對不對 所以當你能夠看得懂 大戶的動作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能夠去做好 正確的決定 那上個禮拜安城藥品掛牌 報紙都在告訴你 會興起新藥股王爭霸 很多頭顧老師都在帶你買新藥的股票 台微體 智晴 唐蓮 基亞 那結果呢 結果今天全部都大跌 而且不是漲多回檔 你會看到8093的時候 大盤在這裡 漲到現在 今天盤中來到8477 已經漲了快400點了 可是台微體 你8093去買 今天一根長黑破下去 等於這一波行情 完全沒賺到 智晴 8093的時候 如果你買它 你會發現一根跌停 破下去 全部都套牢 唐蓮 8093你去買它 一根跌停 破下去 全部都套牢 是不是呢 是不是做股票 你會發現 最重要一件事情 弱勢股 你一定要去避開 所以真正的操盤級技術分析是什麼 所以真正的操盤級技術分析 所謂的精髓 就是在於 看懂大戶的動作 你就能夠去避開 大戶已經在出貨的股票 去買進大戶剛剛進貨的股票 做到知己知彼 百戰不殆 那這個部分 也就是為什麼 我要教我會員朋友 操盤級技術分析課程 技術分析的電子書 我希望我的每個會員朋友 都能夠去了解我的操作理念 我怎樣去看一檔股票 大戶在進貨還是出貨 你能夠認同 你才跟著我買股票 你才能夠買得安心 你能夠去看得懂 你能夠去學會 有朝一日 你都也能夠成為操盤高手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我會提醒大家 這個行情 當然指數的部分 繼續的往上漲 但是有很多股票 你在這個地方要很小心 那生技股 我已經提醒大家 新藥的股票要避開了 對不對 那我們這一波看好的是什麼 上個月21號 我跟大家講避開新藥股的時候 那我告訴大家 大戶在進貨的是什麼股票 大利光嘛 對不對 那時候股價在1000塊左右 你現在看到大利光 已經從1000塊左右 大漲到1145塊 漲了140塊上來了 對不對 那台圍體是從384塊 重挫到342塊 跌了40塊下去 這邊是漲了100塊上來 這就是操盤及技術分析的功用 帶你去避開大戶在出貨的股票 帶你去找到大戶在進貨的股票 那你說這價值多少 一張大利光 一張台圍體 來回可能就差了200塊了 這個價值多少 你自己去評量 那包括當時我跟大家講 中砂之後又來一檔 大戶進貨的半導體的一個新黑馬 旺系 你也看到當時的股價在50幾塊 對不對 最低在55塊3 現在都已經漲到64塊6了 那如果你買的是基亞 從206塊 殺到179 跌了30塊下去 跌了15% 可是你看到旺系 股價是紮紮實實的 漲了10幾% 這都沒有什麼誇大不實的績效 這都是其實只要你是我的會員 你就可以領先市場 穩穩掌握得到的 那這就是極品工作室的使命 我們不要這當中 什麼誇大不實的十幾支漲停板 我們也不要帶著會員 什麼買的股票保證你明天就可以漲停 我們要帶會員的是幫助你 幫助每一個會員朋友 去避開大戶出貨的股票 去買進大戶剛剛進貨的股票 就像避開了基亞 避開了財位體 鎖定到像旺系這樣的一個股票 這才是我們要去幫助會員朋友的 那在接下來 當然你會問還有沒有 那當然接下來 我們已經在預先卡位 接下來還有哪一些 將會是報紙 未來會有大篇幅的利多 而大戶現在已經開始 正在積極的進貨的重點股 那這個部分 正是我們接下來要告訴大家的 如果你也想知道 今天這段廣告 馬上第二階段 會有更重要的內容 馬上回來 市中心擺平大戶 超值珍藏的豪宅 內湖鎮核心 名人像新聚落 P&T擺平垂直森銀院 空中樹水中花 熱銷珍藏中 大滑虎月 27850888 成通投庫接平工作室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用心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詢出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庫高老師 極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27525868 02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股市股市誰可以讓您利空平船時 總是動足機仙 利多穿進食 總是勾搭獲利 成通投庫 誰家具有證券及期貨 雙證照的投庫公司 擁有最專業的分析師群 最資深的研究團隊 無論您是想要投資股票或期貨 將不用在股市中 喷打無鬥 成通投庫 帶領您比別人早一步 賣向財富人生 成通投庫值得突付 02227525868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無分珠 無分珠 趕快購好 別說不可能 品味 check 購物 check 休閒 check 浪漫 check 健康 check 捷運 check 大空間 check 在海洋都心 別說不可能 26258880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 整個行情在今天指數 創了8477今年的一個新高 可是我在今天會比較提醒大家 這個行情你還是要去特別注意 不要說指數會漲 你就覺得所有股票通通都會上 尤其在今天來看整個盤面結構 你要去注意的是 小型股 很多已經股票開始出現轉弱 大戶出貨的訊號出來 第一個這是OTC指數的部分 百戰指標今天向下交叉之外 更是出現了一個 帶量長黑吞噬線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要比較小心 提防 之前我已經叮嚀大家的 生技新藥股 這地方反彈 還是要趕快避開 太陽能股 這當中 最近也開始有轉弱的現象出現 另外還有一個族群 叫新掛牌的股票 前陣子你會發現很火熱 但是今天指數在創新高的時候 我也叮嚀你 開始要小心 有一些新要的股票要避開了 那包括有一檔股票 我上個禮拜跟大家解盤 解到電動車 離鐵電池正極材料 這個我在11月就已經跟大家特別提示 你要去注意了 那我上個禮拜說 禮拜一有一檔F立凱 要掛牌了 這是一檔重點股 好 那可不可以去買 我先跟你講 我今天不帶會員去買 那為什麼我說我今天不帶會員去買呢 很重要一個關鍵 開盤沒多久就沖上100塊 所以我跟我的會員說 這裡不宜去搶進 那不是說股價沖高到100塊 它才承銷45塊 漲了一倍就不能買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不能買的原因在哪裡呢 在於評估幾個重點 第一個 目前做離鐵電池正極材料 就兩家公司 一個是台塑集團的長原科技 上個禮拜標了7支漲停板 對不對 可是長原科它能夠標7支漲停 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四季 它已經準備在單月的部分出現 轉虧為盈的效應 開始要賺錢了 所以它股價 這當中有夢 逐夢踏實 拉了7支漲停上來 那立凱的部分 它在整個離鐵電池的一個產能部分 年產1100噸 是全球最大市占率最高沒有錯 可是它的損益兩平點 必須要年產達到 出貨量達到1700噸 它才能夠達到損益兩平 那這個損益兩平點 預估要到2014年底 明年底快的話 慢的話 大概2015年才能夠達到 換句話說要轉虧為盈的話 恐怕沒有那麼快 那這種狀況之下 股價就直接在開盤的時候 一度超過長原科 合不合理 我認為不合理 好那第二個再來看到這當中 其實重點在第二點 在於它未上市的盤價 賣價都掛在80塊左右 換句話說 真正有看好F立凱的人 想要買的人 你可以在未上市 就已經在80塊以下 全部把它收一收了 那今天居然一開盤 就衝過了83塊 最高衝上100塊 那你要去思考 那今天這種開盤衝過83塊 最高衝到100塊 誰買的 我相信今天一定有很多頭顧老師 帶著會員去賭一把 因為看到長原科 標了七支掌停板 想說那F立凱今天 這當中買了 大概也可以有機會 標個七支掌停板 賭賭看 很多頭顧老師會帶會員去賭 但是這種狀況出來 反而會有過熱的風險 要小心 好 那其實我為什麼要去叮嚀 大家這一些 我是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很多頭顧老師都會告訴你 我買的股票馬上就會漲停 那如果你想賺漲停 就要去跟他們 我會提醒你 千萬不要受騙 為什麼不要受騙 因為你如果是當中 想要說貪 貪說你買的股票就要賺漲停 那你去加入了之後 你會發現到很多頭顧老師 其實都是帶著會員 在追漲停板 那我不管說漲停板 你去追買不買得到 通常買不到比較多 買到也不是什麼好事情 那重點是 如果你的頭顧老師 每天都在帶你追逐漲停板 你能夠買股票買得安心嗎 那今天帶你追漲停 明天是不是要帶你殺跌停 你都要去仔細思考這些事情 那接頻工作室 你會發現到我在分析行情 在跟你解盤的時候 很奇怪 很多投資朋友都說 高老師跟其他投顧老師都不一樣 其他投顧老師只會跟 在電視上面說 這個也看好 那個也看好 什麼都看好 然後漲上來什麼都有 漲什麼什麼都有 可是高老師在解盤的時候 都會跟大家講說 這個不要買 這個才可以買 其實我要告訴你 真正的一流操盤高手 就是要這樣子 你要去區分清楚 什麼可以買 什麼不能買 真正的專業操盤團隊 也就是要這樣子 告訴會員朋友 什麼不能買 什麼可以買 因為我知道每一個會員朋友 包括你在內 你的資金都是有限的 有限的資金 當然要做最有效的運用 所以我都會幫我的會員朋友 控制持股大概在五檔左右 多的話最多行情好到七檔 那持股一檔到20% 所以最多是100%的持股 絕對不能爆嘛 對不對 所以既然這當中 我們的持股要控制在五檔左右 當然要去精選出來 這當中最有爆發力的股票 所謂最有爆發力 一定是產業面 尋找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鎖定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檢視籌碼面 大呼在進貨了 技術面也出現轉牆訊號了 這樣才會帶我的會員去買 那種產業在趨勢在往下的 股價只是個跌升反彈的 那股價這當中 不知道為什麼就漲停板的 我就不會帶會員去亂賭 我會帶著我會員去買的股票 我認為一定是風險很低 然後這當中未來報酬 有非常不錯的一個利潤 或許不會這當天天飆漲停 但是可以帶給會員穩健的報酬 這我才會帶著會員來就切入 所以你看到到最後的結果 你看我節目 我不會有什麼 這麼誇大不實的十幾支漲停板 不會像頭顧老師說 我今天買的明天 就是要帶你漲停 可是穩穩地幫大家賺了多少 包括台積電 當時在擴充新製程 12產輪 我說這當中 接下來你要去注意設備廠 第一檔黑馬中砂 是不是告訴大家50幾塊 就已經轉牆訊號出來 穩穩地幫助會員朋友 創造這一段 那我說漲到80幾塊 你也不要問說中砂 能不能夠再買了 你要問的是 怎麼知道中砂在轉牆 因為我看到大戶在進貨了 還有沒有下一檔黑馬 還有沒有下一檔大戶在進貨 技術面在轉牆的 那沒有中砂的 上個月沒有中砂的 我是不是帶著會員朋友 告訴大家注意旺系了 告訴我的會員 在旺系的部分 前三季賺得比中砂還多 但股價還在五字頭的價位 那這時候大戶剛剛開始進貨 技術面剛剛開始轉牆上來 就是一個機會 那你看到旺系的部分 就這樣穩穩地從50幾塊 漲到60幾塊 拉上漲停板 今天這當中 又繼續地往上漲了一塊半 今天你看到穩穩地 從55塊56塊57塊 漲到64塊6了 今天高點64塊6了 那我們沒有什麼 誇大不實的績效 我們只有領先市場的產業眼光 跟預告強勢股 弱勢股的技術分析 告訴會員朋友 能夠去幫助大家 創作穩健的獲利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看到弱勢股 我帶著大家去避開了 生技新藥股 如果你買你中錯 可是如果你避開了 你買旺系 是不是能夠穩穩地賺 那如果你在這邊 也能夠像我們一樣 避開生技新藥股 能夠找到像旺系這樣的股票 穩穩地賺 當然你可以不用來加入我們 可是如果你沒有 反而你這當然 套了一堆的新藥股 在這裡頭 基亞 唐蓮 台威體 如果你掏在裡面了 如果你這一波行情 只是創新高了 沒有賺到錢 你是不是應該 好好來跟著我們的腳步 那這就是奇品工作室 能夠去幫你的 對不對 那在接下來 很多投資朋友也在問 好 那生技股 這當中不能碰 那半導體設備 這當中中砂已經漲了五成了 旺系現在也漲了一成多了 那再來呢 好 我們下一個卡位的題材 下一個卡位的產業面的爆發力 將在CES大展 下個月1月7號到1月10號 就要登場 特別注意無線充電市場的商機 未來這五年將會呈現 年複合成長率42%的一個成長 成長9倍的一個商機 又再開始出現 裡面都有新的一個潛力股 技術面最近又看到 轉強訊號出來 今天我還沒帶就貨員去買 因為今天指數衝高上去 我認為這地方去追 稍微會有點風險 壓下來 我準備再帶就貨員朋友 再來布局 我們所說 未來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未來這當中 有機會創新高的股票 現在大戶已經在進貨 現在技術面正準備出現轉強訊號 那這樣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穩穩的掌握住 未來獲利的一個機會 掌握到下一檔中砂 掌握到下一檔旺系 歡迎大家跟著極品工作室的腳步 跟著我們一起行情在這當中 高檔震盪 但是多頭行情持續延燒的過程當中 預約未來的強勢股 預約未來會讓你發大財的股票 想發大財的投資朋友 歡迎大家把我們一塊發大財專案 歡迎大家跟我們的服務人員 來做聯絡 求助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見 參考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冷氣外泄 全非不見 成通投庫接平工作室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插詢出線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通投庫高老師 極品工作室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 2752 5868 02 2752 5868 限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股市投資 誰可以讓您利空平船時 總是動足機仙 利多出現時 總是勾搭獲利 成通投庫 誰家具有證券及期貨 雙證照的投庫公司 擁有最專業的分析師群 最資深的研究團隊 無論您是想要投資股票或期貨 將不用在股市中單打無鬥 成通投庫 帶領您比別人早一步 賣向財富人生 成功投庫 值得突付 02 2752 5868 37度的海 24度